大家好,我是一名卧底 没错,就是那种危险程度极高的 我本来以为我这一生就这样平平无奇的过去了 但是我这天醒来后发现,这个地方是陌生的 我卧底多年,发现了不对劲 嗯,这是什么情况 我这是在...等等,这里是监狱 难不成我的卧底身份暴露了 我也不清楚,我醒来就发现自己到这里来了 该死,现在应该想想要怎么出去 一定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出去的 这世界上根本没有密不透风的墙 比如说这个画后面,有一些细小的裂纹 这看起来非常好击碎 但是我们没有工具 接下来该怎么办 是一个木棍 先拿上,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地方有东西 比如说这个银石灯 我丢,里面居然有一个锄头 但是这好像并没有什么用啊 该死了,一点头绪都没有 嘿,这个火板门貌似被腐蚀了 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吗 我丢,是一个铁稿 这可真是及时雨啊 现在我们就能够挖开这里的墙壁了 不过非常遗憾的是 这里有管道挡住了 我们应该再想想办法 这个屋子里应该还有什么地方 是没忘记搜了的 哦,等等,快过来 看看我发现了什么 这下面有东西 好像是一个切管器 这波,这波叫做天助我也 现在不就可以将这个管道切碎了吗 我们马上就能出去了 真不错 我们离成功只差了一步 这里看起来是一个下水道 根据我看了多年的电影 嘿,根据我多年的卧底经验 一般下水道都是通往自由的道路 哦 现在我们正通往自由的道路上 看到没有 这里刚好破了一个洞 直接跟着水流走 水流是往这边的 所以这边应该是整个监狱的地下水的出口 啊,这个就叫专业 但是这边没有路了 嗯 绝对有什么东西藏在这里 雷条 哦,我的老天啊 嗯 为什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 为什么这里刚好有三格 我 而我的铁稿又刚好能挖掉这三格 这一片都太顺利了 肯定有什么问题 嗯 然后我又偶然在火炉的角落里面找到了一个拉杆 我 我越发觉得事情的不对劲 就在这个时候 我的朋友和我坦白了 嗯 他说这是上面为了让我不要有松懈感 故意给我射的局 我丢 我人直接傻掉 嗯 这么简单的计谋 我居然全程被蒙在鼓里 哎 行 既然是让我逃出去 但我肯定不能如你们所愿 我说什么鬼监狱 藏的东西这么明显 感情原来是我太年轻了 啊 现在我来到了一个看起来像通风口的地方 哦 然后 我通过一些神奇的方法最终来到了这里 此刻我的心情 已经没有之前那般愉悦了 有些事情 终究不能看得太透 不然就会像我一样 你说对吧 我的好兄弟 好兄弟 嗯 呵呵 他突然就不理我了 可能是刚刚那个神奇的方法 让他有些怀疑人生 不过问题不大 因为我马上就能出去了 呵呵呵呵 在货车后面的下水道里面找到了一个拉杆 我可是一个遵守规定的良好市民 从未见过有如此浩颜无耻之人 肯定会好好按照规定执行的 然后就获得了最终的一个按钮 哈哈哈哈 好了 该想想接下来要去干嘛呢 哦 说不定可以去总部看一看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此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不妨点赞评论转发哦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